在中国第一个以古人为师的是孟子。 孟子学孔子,孔子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世了。 但是孔夫子的书在世间,他就专门念孔子的书,由书中接受孔子的教训,一心学孔子。 他就是跟定了这一位老师,专学他一个人,他学得很成功。 所以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大圣至圣,孟子是亚圣。 以后采取这个方法得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最著名的是汉朝司马迁。 他写中国第一部史书《史记》。 而司马迁学左丘明,他只学一家,专门读诵左传,学左传的文章,学左传的修养。 他学成功了,成为一代文豪。 又如唐朝的韩玉,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也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 那么韩昌黎的老师是谁呢? 就是史记,他学司马迁,专攻史记,学史记的文章,教训,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首领。 在佛门,明朝的偶艺大师,这是静宗的祖师。 那么他的老师又是谁呢? 就是莲池大师。 当时,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住宿在世间,他就完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学。 等于跟一位老师学,听一位老师教导。 就像李老师当年教我一样,能找一位古大德做老师,这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 所以,跟一个人学,学一家之言,学成功了,这也是有了失诚。 我今天介绍给诸位同学,不要跟我学,我没有能力做你们的老师。 李炳南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 我今天介绍你们一位最好的老师。 阿弥陀佛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一同依照无量寿经来修学,学成功就是成佛了。 诸位必须要知道,学习,讲究一门深入,一门通达,便能得定开会。 古人在这个阶段修学,一般是五年,这五年专经印门,五年之后才开始广学经论。 那时眼睛放光,经意自然明了。 假如不开智慧,还用意识虚妄分别,这样学佛,即使是学了三百年,不要说经看不懂,看古人的注解也会错解其意。 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了误处,再来看古人的注解,就少得他的境界,和对此经意所了解的程度。 李比南老师,往年交给我的三条戒律,我以为是他独创的。 前年,也就是1989年,我在新加坡红宝,眼陪老法师要委员奖,我看到青年学生很多,就把我过去修学的经历介绍给青年学生, 希望他们能让老人修学,跟他一个人学,学一家之言,必有成就。 我讲完之后,眼公老人拉着我的手到客厅里面去喝茶,告诉我说, 我做小沙迷的时候,在关宗寺,地前老法师,也是交给我这三条。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三条,是中国祖师代代相传,收学生的三个条件,不是某一个人的,这才知道真正的失诚。 老师看中的学生,一定叫你遵守这三个条件,先把你的眼睛遮起来,耳朵堵起来,烦恼都进不去。 也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 真正断了之后,烦恼减精,智慧增长,然后才放你出去参学,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所以广学博文,是在第二个阶段,绝对不是一开头就,法门无量,誓愿学。 那就糟了,就害死人了。 你们今天如果不相信,下面的比喻也许能体会到。 你听一位法师教导,便修一个法门,两位老师教你一定是两个门路,三位法师就好像置身在三叉路口。 四位法师,如同在十字街头,不晓得应该怎样学好,一问,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跟一个人学是对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古大德,在高僧传,居士传里,常见学人跟一个老师,有跟二十年三十年的,一直到开悟才出去参学,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我们修学佛法能不能成就,如果不懂这个秘诀,不遵循这个道理,想要成功实在太难太难了。 你们找不到好老师,我给你们介绍阿弥陀佛做老师。 无量寿经就是课本,死心塌地地念这一部经,念上五年,再看别的经,这要有很大的耐心。 这就是定会等学。 除了这一部经,别的经都不可以看,就看这一本。 五年之后,再看别的经,体会就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你有相当的定会修养,所以样样都通达了。 佛法的教学与世间的教学,在观念和方法上都不相同。 譬如,世间人读书,在大学里选科系要很慎重,要从多方面去选择。 而佛法的教学不是如此,它是希望你开启圆满智慧。 将来这所大学所有的科系,你通通都明了。 它是这样的教。 那么,从哪里学起呢? 要从一门深入学起。 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都通。 因为任选一部经典都可以,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 而这一部经没有通,绝对不能去看第二部经。 那什么叫通呢? 通是开悟。 从这一部经上得定,开悟,这才叫通达。 然后,你看其他一切经典,一看就通达了。 这有个比喻。 世间人做学问常说, 做学问,要像金字塔,先广伯,然后再经,再专经。 是由伯而经。 诸位想想,金字塔,无论怎样的高广,它是有极限的,到达顶点就终止了。 而佛法则不然,佛法像种树一样,先有根,有本,然后慢慢地再长成枝叶花果,无量无边。 它是从一点发生出来的,散发出来的,到最后是大圆满,结果是释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 所以,它的教学方法不一样,未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世间法的学问,往往到了极限,就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再扩展。 也没有法子再提升了。 佛法则是没有止境的。 诸位仔细冷静地去想一想,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佛法教学的善巧,教学法的高明,绝对不是世间一般浅世之事所能够明了的。 开头好像是没有什么,后来的成就真的是不可思议。 世间学问,开头好像是广学多文,到后来则往往处处不通。 因为它与佛法所采用的方法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相同了。 而四红誓愿,是佛指示给我们修学的程序,修学的过程。 依照这个过程来修学,没有不达到究竟圆满的。 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烦恼断尽,法门圆满。 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圆满。 这就叫做成佛道。 佛在华言经里,尤其是华言经末后的一段, 普贤菩萨行愿品。 我们称为四十华言,总共四十卷。 世尊以善才童子作为佛法修学的榜样。 他不但讲理论方法,还做给我们看,表现在一场实际生活之中。 善才童子最初亲近的老师是文殊施力菩萨。 文殊菩萨就是教他遵守前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完成断烦恼。 也就是完成戒、定、会三学的基础。 在文殊菩萨会里持戒、修定、开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文殊菩萨把他放出去参学。 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是代表社会各种不同的行业。 各种不同的学术。 各种不同的人物。 男女老少有学佛的。 有出家的。 有在家的。 行行色色,通通通都可以接触。 通通都可以去学习。 以成就他究竟圆满的智慧。 到最后,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他遇到了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教导他修学, 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而一见到阿弥陀佛,他的无上佛道就圆满成就了。 这里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想要成就无上佛道, 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不见阿弥陀佛,只可以说是断烦恼, 学法门。 无上佛道,不容易成就。 何以见得呢? 我们在《华言经》上见到, 华言会是了不起的毗卢遮纳佛的法会, 是一真法界,不是实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文书、普贤都是原教等觉菩萨。 文书、普贤在华言会上尚且发愿求生净土。 往年我讲《华言经》看到这件事实异常的惊喜。 华言世界的等觉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 实在是没有必要吧。 想来想去,只有为了一件事,一个理由, 那就是到那里去证, 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不是为了这一件事, 他实在没有到那里去的理由。 然后仔细观察,果然是为了这个。 善才也是为了这个。 这才恍然大悟, 要想真正成就圆满无上菩提, 也就是原教的佛果。 那就一定要到极乐世界。 所以, 四十华言, 普贤行愿品, 就是详细地讲解四红誓愿这四句。 明了四十华言, 才晓得我们修学大圣, 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 而真正明了, 真正觉悟, 发菩提心之后, 你真正的决心发出来, 才真正不迷, 真正不颠倒, 菩提道上自然是一凡丰盛了。 第二句是深信因果。 从前我读《观无量寿经》, 对这一句经文一直是大惑不解。 为什么有这个疑惑呢? 假如这一句是在第一条, 我不会疑惑, 是讲得通的。 这第三符是菩萨修的。 难道大菩萨还不明白因果吗? 不相信因果吗? 我们都晓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怎么会连菩萨都不晓得呢? 还在劝菩萨要深信因果, 怎么想也想不通。 后来念《华严经》, 念到实地品才恍然大悟。 原来佛在《华严经》实地品里讲, 实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我这才明白, 华严会上登地的菩萨 一直到实地, 到等觉, 这十一位次最高级的法身大事。 他们是修什么呢? 他们是修念佛法门。 原来这里的因果是专指,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一因果, 实在讲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 也有许多菩萨听佛讲了, 他不相信。 所以佛在此地劝他深信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文书, 普贤, 善才,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相信这一句话。 我读华严, 讲华严, 才把这一句搞通了。 可见, 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呀。 第三句是读诵大圣。 这是菩萨善。 菩萨学佛, 不能一天不见佛。 不能一天不读经。 是知道经不是念给佛听的, 经是佛讲的, 佛怎么会要你念给他听呢? 我们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 念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在面前教导我们。 他所讲的道理, 使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的教训, 教导我们在这个世间, 或是行菩萨道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方式。 换句话说, 经里的一切教训, 我们都要确实做到, 读经就有真实利益了。 佛弟子最低限度, 是每天早晚两课。 早晚课怎样做才如法呢? 诸位要晓得, 早课是听佛的教训, 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 处事, 待人, 接物。 不违背佛的教导, 这是早课。 晚课是反省, 是减点。 展开经典, 认真地做一次反省, 佛的训会有没有牢记, 有没有做到。 如果没有做到, 要认真忏悔, 改过自新, 明天一定努力把它做到, 这就是早晚课的功德利益。 而不是早晨念一遍经给佛菩萨听, 晚上再念给他听听, 自己起心动念, 则与精训毫不相关。 老实讲, 自己面对泥塑木雕的佛像, 他并没有知觉, 你早晨骗他一次, 晚上再骗他一次, 岂不是罪大恶极吗? 你要是骗活人, 还情有可原。 泥塑木雕的佛像, 你都忍心去欺骗他, 一天还骗两次, 还说有功德。 唉, 这样造的罪, 不晓得有多少众啊。 所以,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现在早晚课都是流于行事, 一点内容都没有, 这怎么能够得到功德利益呢? 修净土宗的人在过去, 早晚都念一卷阿弥陀佛经, 三遍往生咒。 佛号念得越多越好, 早晚课都一样, 这就是砖。 所以, 不可以念太多的经论, 太多就砸了, 就乱修了, 就不是精进了。 弥陀经的经文四浅而实深, 一定要信心清静, 就会得到确实的好处。 我讲弥陀经书抄, 现在是第三遍, 还没有讲完。 讲第一遍, 没有留录音带, 第二遍留了一套录音带, 九十分钟的录音带, 三百三十五卷。 也就是, 三百三十五天才讲圆满, 所以, 弥陀经很难懂, 太深了。 我现在介绍大家, 念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好懂, 没有弥陀经那么深。 而弥陀经, 不要看它文字很浅显, 意思却是无限的深广。 无量寿经的文字并不是很深, 意思你也能看得懂, 教训都很明显, 很清楚, 我们学了就有用处。 假如你工作很忙, 没有办法每一天念一部, 像我们台湾的道场, 美国道场, 我教他们早课, 念无量寿经第六品, 四十八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静宗的核心, 静宗的根源。 修行必定要与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 弥陀发什么愿? 我也发什么愿? 失望我的心同阿弥陀佛的心。 我的愿同阿弥陀佛的愿。 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这就是同志志同道合, 将来当然在一起。 晚课念三十二品至三十七品。 这里是佛陀教导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断恶, 如何修缮, 如何存养。 所讲的教训都是对人, 对事, 对物的原则, 一定要牢记遵守。 这六品经就是戒律, 受持就是持戒。 而持戒念佛就与阿弥陀佛的行解一样。 像这样心一样, 愿一样, 解一样, 行一样,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 这样修净土, 哪有不成就的呢? 若是天天念阿弥陀佛, 天天念阿弥陀经, 信、 愿、 解、 行, 都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了, 都违背了, 那么念的再多也不相应。 古人所谓, 天天念十万声佛号, 喊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因为有口无心, 心愿跟阿弥陀佛全都不相应。 招募客颂本是古人定的, 对当时修学有用。 而现代社会人士有很大的变化, 有些经咒遗轨已经不适用了。 再者, 过去的人对客颂都能了解, 他真的能提醒, 真的能助人反省。 现在我们念招募客本, 不了解他的意义, 就不能提醒。 也达不到反省的目标, 只是唱颂而已。 像两三岁的小孩唱歌, 虽然也自证腔圆, 但是不知道他的意思, 不了解他所说的。 我们如果将客颂本唱给佛菩萨听, 佛菩萨并没有听进去, 我们也白唱了。 这是招募二课得不到效果的原因。 所以, 明白了念诵的目的和方法, 依照修学刚领去做, 才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佛门的经论非常多, 自己喜欢的选一种就行了。 选定之后一门深入, 至少要念五年, 而现代人缺乏耐心, 我虽然常讲因为耐心有限, 大家就不愿意去做了, 不得已将五年的时间打个八折, 打个六折, 六折就是三年。 如果折扣再打一些, 恐怕就没有多大的效果了。 我在李比南老师门下十年, 第一部学的是, 阿南问, 是佛吉凶经? 是小圣经。 第二部是, 阿弥陀佛经。 第三部是, 普贤行愿品。 第四部是, 金刚经。 第五部是, 一部大经。 大佛顶首, 愣严经。 依照顺序一样一样的学, 每一部都是很长的时间, 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完成。 至于华严经, 我听李老师讲壁第一卷, 往下七十九卷, 乃至静经六十卷, 真缘四十卷, 我都能体会了。 法华、阿韩、禅宗吉等, 虽然没有学过, 也能明了。 古人所谓, 一精通, 则一切精通。 哪里会有障碍呢? 这个好处利益, 是得利于老师的指导。 这种教学法, 不是学一部经, 只会一部经。 而是学一部经, 一切经都会了, 但才算是真的会了。 孔子教学, 学生如果不能举一反三, 孔子也不教啊。 所以说, 学习要能够触类贯通。 李秉乃老师教导学生他说, 听经, 不要听语言, 不要听句子, 要听经中的道理, 教理。 理是贯通事出世间的一切法, 如果不会听, 就听教义。 义是什么呢? 义是义宗的理论, 一个支派的理论。 你能通达, 那也行。 最高明的是能够入教理, 其次是教义。 这些都能贯通一切法, 这才能真正的受持。 但是, 这都要靠智慧。 智慧一定是从 戒、定、慧、三学做起。 换句话说, 老师教诫的方法, 最好死心塌地地去遵行, 把心定下来, 不可见义思迁, 要修忍入波罗蜜, 要有极大的耐心学习。 如果有人说, 哎, 这个法文不错, 内部经典殊胜。 这都要能忍着不为所动, 暂时不听不看, 都把它放在一边, 等自己的智慧现前以后, 再来看。 智慧不现前, 我就不看, 死心塌地地一门深入, 这样的人成功的希望非常大。 这也就是修学成功的秘诀啊。 以上说的十句都是自立的, 都是自己修学的。 只有最后一句, 佛教导我们要, 把佛法广泛地介绍给大众。 所以后面一句就是, 劝尽行者, 要劝别人学佛, 要帮助别人精进, 这就是菩萨。 所以, 凡是大圣经上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善就是这样的条件, 从效仰父母, 到劝尽行者都做到了, 这才是大圣经上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可见得, 善的标准是有一定的。 诸位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你看看地藏经上讲, 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 供养地藏菩萨, 将来就得到一百次, 往返三十三天, 不多恶道的果报。 你就明白了,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修行人。 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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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女人。